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残老祖师尊开示 灵魂的不安 家中绝对也不安 祖先不安 我们子女的事业一定也不会顺遂 所以借由水路大法会的真实意 就是在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家家户户都能够圆满幸福快乐 所以在我们极亥年公祝王残老祖圣诞千秋 举办的护国席在水路大法会 正在进行当中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就是 禅机山维新圣教 桃园道场的住持 袁鹏法师 袁鹏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延祀法师 各位信众大德 阿弥陀佛 我是桃园道场袁鹏 欢迎到桃园道场礼佛参拜 阿弥陀佛 是 我们知道每位法师跟随了师父 都是相当久的时间了 至少二十年以上 二三十年的人都有 但是就是今年几亥年 我们今天是迈入第二十二坛了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袁鹏法师 你是从第几坛跟着师父到现在二十二坛 我是从八十六年开始到我们 维新圣教来学艺经 是 所以只要有法会 我一定全以赴 一定参与 是 因为我们当时候只有一到五届 所以人数非常少 我们都必须要全力来扶持 是 而且那时候人人也少 有时候一谈 一次要占四个小时 是 但是大家都非常高兴 因为能够参与法会 是我们本身的殊胜功德 是 我们可以将这个功德 回向给祖先 回向给我们的冤心寨主 是 这非常殊胜 是 是 我们师父非常的慈悲 在水路法会里面 要让我们所有的道场的住持可以多学习 因为真的里面有太多的妙法 而且有很多的法是临时我们不懂 请示师父的师父也因为可能在这些错重复杂当中的因缘 要请示老祖师尊 所以从这里可以学到很多妙法 那从八十六年进来到现在了 您大概从事过的哪一些的法物 可以做一下心得分享吗 我只要是能做的我一定做 像我们法会不管哪一谈 我只要参加我一定钱以赴 是 任何一谈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做的厨房我们也可以做 那这个护卫我们都可以做 那我们也参加过这个文书的处理 电脑处理 当然我们都钱以赴 不管任何一个谈 只要书务领导之下 大家都非常高兴 而且非常踊跃 因为能参加书务开示 这是我们的福分才能够参与这个圣会 如果没有这个福分进入我们维新圣校 你根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功德 让这个功德给祖先 祖先更高兴 是的 因为祖先他们没有提 必须要接触我们 所以书开示 我们必须要诵经 然后超度祖先 那祖先他一定非常高兴 有这个孝顺的孙子 在帮他们做这些法会的事情 当然这些功德 我们线路是对文书 我们可以用文书禀报 请老祖师尊 转施这些功德 回向给我们祖先 这确实非常出胜 是 所以提到我们王产老祖 圣诞千秋的水路大法会 一年也只有这么一次 而且前后加起来有八天的时间 这是学院来扶持 这个全程的八天 但是在我们提到 就是说从农历二月二号 我们丁哥一升上来的时候 那时候所有的法务 其实都全部都动起来了 只是各位看到了 前后八天的这个护国洗载的水路法会 事实我们的前置的作业都已经在进行了 所以在法会圆满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的后面在圆满的事宜 我们还是要必须处理好的这些的问题 所以其实师父常常开示我们说 一次的水路大法会 我们要用到的人力 财力 物力真的非常的多 现在护持的人也很多 可是有些人他护持的 就是说可能护谈的 也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他轮流做 为的不是需要你 那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而是大家都有机会来护持我们的法工 这是非常的殊胜 将这一份殊胜的功德 也给大家分享给各位 有这么样的一个殊荣之外 还有一份的功德在 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对 尤其我们如果身体不好的 可以来参与法会 第一个 把我们的法会功德 回向给我们的燕金寨主 第二个 把我们的功德 回向我们祖先 那当然对我们的身体 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桃园道场 有一个同修 他本来身体不好 脸上都是红肿 那去医院检查 医师告诉他是 皮肤癌 皮肤癌 不是只有一家医院 他有去两三家医院 是 医师因为检查不出来 所以就刮一个名 叫皮肤癌 他也很难过 不知道怎么办 是 那他来上课我告诉他 如是我们书开始 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用诵经的功德 是 再来超度我们的 这个冤心在主 是 超度祖先 是 那一定会得到圆满的结果 是 那么这个同修 就是听我这样讲 他随即很勤快的诵经 而且每一年 我看他教出来的经典的变数 都超过三千倍以上 所以非常殊胜 而且他又超度他们的祖先 超度他们的住家的地基组 还有超度他个人的冤心在主 所以经过了三年之后 他的皮肤完全痊愈 这个皮肤癌不要而愈了 这个没有办法说的 这个不可说 是 真的他的皮肤现在已经非常好 所以他发愿 永远负持我们维新圣教 是 因为他住在我们桃园道场附近 所以他每天早上 每天傍晚都到我们桃园道场 共同来诵经祈福 是 这非常殊胜 是 我想师父常常说 一人得到九足升天 我们知道这位师姐 可能他先生的身体 本来也就是不好 那听说也送经 送上他先生现在身体也是 一直在进展进步当中 对 他先生以前养鸽子 可能有一些 不人道的对待鸽子 所以先生的这个脊椎出问题 是 那因为找了好多医师 都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好医师 是 开刀之后又发现另外一边又有问题 那我告诉他 一样请你先生一起来送经 是 那超度个人的愿心在主 然后超度我们的主灵 让祖先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好医师 那现在他先生也找 我们都是用疫经帮他沾挂 是 我当时的沾挂 结果是祭神来克思瑶 我说你有某些事情 你要告诉我 我才有办法帮你用疫解决问题 他就一五一十告诉我 因为他以前放鸽子不会想 所以虐待了这些鸽子 那我告诉他没有关系 过去我们不知道的 我们要忏悔 做错了也要忏悔 是的 所以我告诉他 苏吾开示 你必须要第一个先送风水真经 第二个有空你送天德经 是 那绝对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以他也满心的欢喜心 是 因为他是上二十届 他原来是不相信 然后因为他师姐 上我们的课程发现 这个皮屋竟然不要而愈 所以他也感动 所以他也进入我们的课程来上课 而且现在是二十届 所以他现在 我们都帮他用疫沾挂 结果真的找到一个好医师 帮他开刀 现在病情已经复原得很快 是 所以我们师父非常的慈悲 一再开始我们 当我们遇到人 有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第一先去看医生 但是像你刚提到这个案例 师姐也看了很多医生了 很多的医生都告诉他 你这个是皮肤癌 可是用诵经 用我们易经的心法 跟你的诚心来诵经 回向给我们的冤心在主 看看这样来 他诵经的这个量数还是非常的多 一年三千多 真的是 多么的诚心在诵经 所以现在不但是我们的学员也发心 要来护持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法物 真的是很难得 而这个不要而遇的事情 真的我们也听太多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把它当作是 这是一回事 因为您唯有正法 才能够让我们消灾化解 尤其在我们水路大法会 我们有公设了这些的联位 您要赶快来加入来公设 譬如现在虽然是在进行当中了 但是还是可以一样的 只要缘分一道缘分一祭祖 你把握当下 一定可以消灾化解 我们公设有唐上历代祖先联位 以及个人往生的联位 还有就是个人冤亲在祖的联位 以及就是身上亲人依附灵的联位 还有无缘住室英灵的联位 住宅公司工厂 这个地基组是真的很重要 他是我们最亲近的 也就是我们的护法神 当然何家孝宅祈福的联位 长生入位 再来就是拔剑十方有缘竹灵的大联位 再来就是临发心 就是普桌的战谱 这真的是相当殊胜的 所以如果您现在把握当下 想要做这联位供养 让我们来报恩 消灾化解 或者是来忏悔 您可以赶快用传真的电话 049-2724-058 或者是您有一些疑难的问题 可以打我们事务部的电话 049-2724-669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提到这些的案例 无疑也就是说 我们每位法师跟随着师傅 来学习《易经妙法》这么多年了 最主要就是说 把他如是我闻的 用占卜一一的来告诉我们的信众 他的优移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像这些的案例 听了以后 其实让很多人也知道说 自己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这个累劫的冤亲在主 到底他应该怎么样来诠释他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到 因为我们每个人 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 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冤亲在主 是 你没有去消灾 累积久了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蚂蚁 但是说不定以后变成大事件 所以我们每个人 叔叔都开示 一定要诵经 诵经祈福 然后超度我们个人的冤亲在主 尤其我们班上有一个同修 他以前做事业不顺利 他叫三姓的祖先 那我告诉他 你事业要顺利 一定要依照叔叔所开示的 第一个超度祖先 再来超度住家与工厂的地基组 再来超度我们全家的 个人累劫冤亲在主 是 这样超度下来 费用虽然很多 但是对我们的事业 有很大的帮助 是 所以这些同修每一年都 请我帮他传真到仙楼市 然后他再来缴费 是 这样非常殊胜 是 这样做下来 他的事业越做越好 是 现在又在大西里面建了一家工厂 虽然对他来讲 工厂不是很大的成就 但最起码他家里稳定下来 失业稳定 而且他也肉欲做这个 布施行功利得的事件 所以这个显示我们维心圣教 这个法门是利人天 能够帮助所有的人 在事业上或在家庭 都能够得到有非常大的益处 尤其诵经 诵经可以帮助我们祖先解脱 让祖先能够到极乐世界 如果祖先不到极乐世界 要跟我们修行 那祖先会非常乐意来帮助我们 能够来解决我们任何问题 尤其我们学艺经 可以依照书所开示的凡事皆瞻 然后用艺经来解决问题 这样非常殊胜 尤其我们桃园道场 每个礼拜二下午问世 有很多远方的来问世 那我都是一一帮他解决 第一个他问什么 我必须要用艺沾挂 有的人一问就十几个挂像 但是我们都非常的愿意 来帮他服务 因为师父开示 来的都跟我们有 生世世的善因缘 跟我们维心圣教 都有很好的缘分 如果我们能够牵连他 进入我们维心圣教 共同来学艺经 对他们的祖先 一定会让感恩我们 是 因为祖先能够 跟着我们的祖孙 到我们的课堂上 来接这个艺经心法 能够受益非常多 而且祖先 他学习效率 一定比有人快 是 因为祖先他没有什么乖 所以只要我们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以合掌祷告 请祖先赐给我们 信心 智慧 力量 你就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 是 所以我很感恩 书开始的聚集是真缘 没错 所以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刚刚 我明彭法师提到 就是说三姓的祖先 在我们比较古早的时候 这些祖先有时候 真的很复杂 因为那时候很穷 小孩给谁又给谁 然后又怎么又来遭罪 或者是又当同样的媳妇什么的 这些祖先其实是真的很多 那很多人在处理方面 也真的非常的茫然 尤其是这一代的年轻人 如果说自己的父母亲 已经是年老了 也没有办法管这些事了 但是就知道说 自己的祖先可能很复杂 有时候有些公母盖里面 听说打开里面 公母都没有牌位 都没有写谁谁谁 是空的 就前面写了什么 某某某的历代祖先 但有人在写错了一大堆 而这些错重复杂的 这些祖先的连位 还真的必须要借由我们法会 才有办法 把这些很不如法的事情 把它厘清 不如法的把它改到 如法的时候 这样来拜拜的时候 就可以很多的问题 让我们非常的顺遂了 对 像我们这个同学 他原来拜三姓 只有一个祖先牌位 是 但是如数我们书开始 我们只有三姓祖先 要三个牌位 三个如 但这个同学 只有一个祖先牌位 那我就跟他讲 你这个不对 应该要设立三个祖先 祖先勘 三个如 这个才合乎书所开示的祖先 一个姓必须要一个祖先牌位 是 那这个同修也很高兴 家里就 这个重新定做了三个祖先牌位 是 而且每一年都到仙楼寺 来超度他们的三姓祖先 我也请他一定要诵经 是 诵经回向给三姓祖先 那事业才会顺遂 是 那这个同修也听了进去了 所以他每一年诵经 都超过一千遍以上 是 他做事业其实真的非常的忙碌 但是超度祖先 这个真的非常殊胜的功德 是 还有我们一个参通公司 他这个刚开始 我去处理他祖先 发现祖先里面错误了 是 里面有他的孩子也写进去 我告诉他如是我们事务所开示的 我们的晚辈不能写进去 是 结果后来就把他请出来 然后帮他处理好 他梦见他的父亲 穿着衣衫兰衣在路上走 他问他爸爸 爸爸你怎么穿得这么破破烂烂呢 他说我没有钱买衣服 是 所以没有办法只有穿这样 是 他就问我要怎么办 那我如是我们听事务所开示的 我们不用烧衣服给他 我们就诵经 是 把这个我们诵经的文书写两章 一章我们可以利用初一书 到福德证神的地方 请福德证神 咒诅将这些功德回向给我们的亲人 他就照这样做 经过了一个月 他就梦到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穿得非常的潇洒 是 西装壁挺 皮血擦得亮亮的 是 他问爸爸你现在怎么穿得那么好 我现在有钱当然要穿好一点 所以我们都非常感恩事务所开示的 第一个要诵经回向的祖先 能够超度祖先 所以我们参通公司的这个杨董 他也非常感恩 他赚钱之后 他也回报了我们的益经大学 在那边 他现在当我们的孝董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第一个诵经回向的祖先 超度祖先 祖先一定会帮我们 把一切事物 打理得更好 所以这也是我们 诵经跟法会超度的功德 是 所以进了中门以后 我自己悟到了一句话 因为我们常常仿经就说 人家比较厚 不得到天一片 这个天就是代表了一切法 这是我个人悟出来的 我觉得天就是法 你没有正法 你更厉害 你的智慧再高 这个不是正法的话 万一出了问题 也是一样 没有一切法 完全没有办法 让我们事情很多的圆满 像刚刚我们 袁鹏法师他提到了 这个案例 事业做了这么大 而且是扩展了这么快 而且说做到世界各国去 台湾的更不用讲了 可是如果真的是 祖先不如法 或者是说 这个地基祖 或者是冤心在祖 真的你都没有供养的时候 人家觉得不得到天一遍 就是遇到一个问题 可能就得到灾 对 这个问题很多人 大有人在 所以我们师傅 每一天的3月26号 师傅原来开事不做了 但是老祖师傅开事 你如果不做的话 这些祖灵 他没有一个依规 所以必须要再继续办法会 当然办法会可以利益明养两界 第一个 我们祖先灵可以受到 佛菩萨的这个牵领 往生极乐世界 是 第二个 我们如果有依附灵 也可以依照 书所开示的到 仙路寺设立 依附灵的联位 让依附灵有一个依规 这也是非常殊胜 那还有祖先灵 如果他是从门外呼请的 这必须要到仙路寺 是做一个超渡 超渡这些 不是自家的祖先灵 一个大连位 然后还要超渡自己的祖先 然后要写正户牌位 结束之后 将真正的祖先 请回家重新安坐 这样确实能够受到 这个我们家里的 大大小小平安 是 这非常殊胜 如果你没有 祖先不是自己的祖先 他没有办法帮助你 那我们如果从法会请的祖先 确实是真正的祖先 像我家一样 我是住在嘉义县 水上乡三界村 我们的祖先一看 里面祖先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处理 我后来还是从法会 请祖先回家 请回家 那我还是依照书所开示的 要请示我们祖先 我请示福德正神 我们祖先是不是 完全有请回家 如果有请福德正神 四三个圣碑 结果真的三个圣碑 所以我很欢喜心 所以我们想就说 随陆法会一年才一次 当然把握当下 那如果说您真的来不及了 那您也可以再准备 我们还有就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法会 但是把握当下 现在法会还在进行 任何一个时间 只要是我们还没有圆满之际 您都可以来参加的 所以也在这里呼吁大家 赶快有空的时候 都来参加我们法工的护持 真的是功德无量 我们上回一下 原禅师师父的开示 举办护国袭灾水陆大法会 目的就是民养两立 护国袭灾 这是每个人的责任跟义务 而且在我们总本山 禅吉山先佛寺 共设有七坛一所 那可以大家 这些的所有的缘分 都是从十方回来参加的法会 所以也希望藉由我们 大家的护持努力 诸心佛菩萨的加持 可以得到法会最大的圆满 今天谢谢云鹏法师来接受访问 谢谢您感恩阿弥陀佛 同时也感谢收看 水陆法会义工礼人天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阿弥陀佛 Mang板跳 Herosh 珊瑰的云海�� commie called 渡� 珊瑰的云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